疫情之下的泰國和香港一樣 經濟大受打擊 很多聖誕氣氛都沒什麼 部分商場我真的見過 用紙的聖誕樹來交差 真是可憐 紙的聖誕樹 不會發光 也沒有燈光 真是見到都覺得慘 但恨好 都不是整個曼谷都是這樣的 總有一些商場 有美麗的聖誕樹 還有熱鬧的聖誕氣氛 那究竟是哪些商場呢 不如由我幫大家曼谷聖誕氣氛穩真一點 Suriya 大交友 我最好胡遺聰 不好意思單手 因為人者無定不在 聖誕節快來到 見到整身打敗就知道 今年四間泰國曼谷的燈色 究竟有多美麗 知道大家來不到 不要緊 你來不到我就怕給你看 這次會找來泰國曼谷四大商場 最出品的四間 數一數二數三數四都是他們的 數五又沒得 四間又數五而已 希望大家 都是說一句 看了當來了 今年來不到不要緊 養精速 明年再來 馬上去看的就是 第一間就是Icon Siam 眾所周知 Icon Siam 是一個高級商場 高級商場 當然會有些較為高級的氣氛裝置 門口的一個通道 金碧輝煌 真正 然後 再看一看 原來這次有一點Fusion盛份 有聖誕感覺 又有泰國蘭娜的感覺 是不是很凌雷呢 相信 只是這裡才能找到 這一庭的聖誕燈色 除此之外 還加上了 有個 來自美國的朋友 就是這個燈光人 跟聖誕沒有什麼關係 不過漂亮的意思 可以給大家認賞 其實這個 Icon Siam的 這個河邊地方 基本上都是 每年 慶祝隨即 倒數的一個好地方 到時 又有光無聲平 又有放煙花 紫蘭娜 那麼大個地方 那麼大的廣場 老實說 要有氣氛 其實就很難 現場 就沒什麼 聽到一些聖誕 歌 聖誕音樂 反而商場裡面 就有 當然啦 因為第一 這裡就是 空曠的 第二就是露天的 再加上 地方這麼大 若然要完全 播聖誕歌的話 都真的很艱難 所以 只能夠 靜靜地 慶祝聖誕節 那麼你會見到 有些燈色都挺漂亮的 挺具聖誕氣氛 不過 嚴格來說 你說 又有些新年感覺 都可以的 看看你從哪個角度去看 總而言之 一句說完就漂亮 所以 都吸引了很多 本地人走來 拍照打卡 沒辦法 一言一道 最重要是漂亮的 部分人士為了漂亮的打卡 沒有戴口罩 大家千萬不要亂學 不過 在這麼漂亮的環境 有時 真的很難忍 是這樣的 Icon 視線 就看了 也算挺有特色 不如又看看 同一個集團之下的 另一個商場 就是Encortia 好嗎 從BTS泡泡集 看上去 已經看到這棵聖誕樹 這次的影片 專門不加音樂 盡量用現場聲 讓大家 可以感受到 聖誕氣氛 這次Encortia商場 和Encortia商場 的主題 其實 聲稱 跟糖果有關的 糖果的包裝 紙 大概是這樣的形式 設計的東西 我不太懂 但我覺得 有少少暗淡無光 就真的 可能又叫做環保 如果用多些 發光紙的話 不用燈 就變成環保 就可以幫助地球先生 是否這樣說呢 現場 都有一些聖誕歌 聖誕氣氛 不過 依然 不是太大聲 不過 最重要的地方 給大家打卡 你看 情侶門 多嬢 而在這個Encortia商場 遙遙相對 就是Encortia商場 他們這個通道 往往有很多燈飾擺設 不同的時節 有不同的主題 這次 依然 是一些糖果 即聖誕 和Encortia的一樣 大家留意 這個糖果本身 是不會發光 沒有燈的 但 背景 就有些黃色燈光 所以 出來的效果 都幾漂亮 幾好看的 然後鏡頭一轉 就來到Central World Central World的燈飾 可以說 每年都很漂亮 很大規模 今年 規模 其實小了一點 我們進去看看 同樣道理 因為牆 都幾大 一遇上大場 哎呀 就出事了 場裏面 不是說沒有喇叭 不是說沒有聖誕 但是 真的要 站近 喇叭 才會聽到 否則的話 有些位 是聽不到任何聲 一聽不到任何聲 再加上天氣熱 哎呀 變成沒什麼聖誕氣氛了 但怎樣都好 都很多本地人走來 拍照打卡 起碼見到聖誕老人 也都見到聖誕樹 就當是 大家 不需要太過介懷 聖誕歌的東西 自己 在iPhone裏面 播來聽 當是 其實呢 往年 這個聖誕拍照的地方 都分了很多很多區 但是今年 就似乎 沒有什麼特別分區 總之拿牌洗道 你自己來拍 Anyway 都是漂亮的 至於聖誕樹 就矮了一些 以前很高的 很宏偉的 試過有一年 好像分了 不知道 七 八個區 逐區逐區 每區有不同的主題 而今年 地方小了 為什麼呢 除了因為經濟問題 也因為它 它 蘋果 它在那個角落 開了一間店 所以 整壇 就要移位 一移位就小了 沒有辦法 是這些商業決定 但是怎麼也好 都是漂亮的 來到這裡 已經想打卡 每個人都笑得很燦爛 有些還沒有戴罩 我是指口罩 其實 Sentral World 除了是慶祝聖誕影響的地方 亦都是每年慶祝 除夕的一個好地方 話說 在一壇 聖誕燈飾的旁邊 往往 到了大除夕 就會有舞台 又有音響 又有樂隊 又有歌聲演唱 陪伴大家 倒數 晚上又會放煙花 好嗎 看完Sentral World 又轉一下地盤 這個地盤 以往聖誕節的氣氛 沒有那麼濃厚 但今年 就濃厚很多 如果不是真的熱烈烈的話 你隨時要去日本 或其他地方 這個地方在哪裏 知不是後面 視影中心 和 視影中心 之間的平台 其實這次視影中心 都算幸運 佳因 無端端有條大魚 游過來 就是這個 雀巢咖啡 雀巢咖啡用來的地方 就舉了來這個聖誕村 聖誕樂園 有了布置 喂 商場那方面 不用搞了 他們搞了 你看 還有聖誕老人 聖誕老人 不是商場請的 是雀巢咖啡請的 還有這些公仔 講開又講 這些公仔 真是 舊了鬼馬得已 尤其是扮聖誕老人 你看 他真是開心到睡覺 大魚來看看 哇 真是 好偉蠻 好勁啊 哇 看到大家 拍了手掌 按到樹蔥 都可以 已經真厲害了 我真是好想知道 究竟是男還是女 身材樣貌 年紀是怎樣的呢 真是好想知道 不過這些是秘密 除了聖誕老人之外 這隻鹿 更厲害 去追女 逢女必追 哇 這些情況在香港 可能未必會發生 因為 分分鐘會被人說 飛來呀 但泰國沒有什麼所謂 你看 追著女生 不放 還動手動腳 有沒有搞錯 不過女生 好像很興奮 其實 除了鹿仔之外 聖誕老人 都不是野小的 你看 又是 見女就有上 看著鹿仔之外 顏色到 有沒有搞錯 追著女生 不過真是錯分 泰國人沒有所謂 說回頭 這個場 都算是熱鬧 多東西看 而且最重要 氣氛是很濃厚的 為什麼 因為 音樂聲夠大 其他兩個場 好像小小聲 不知道是不是環保 所以 氣氛不是那麼緊要 反正 氣氛真的很濃厚 好 現場我最愛的 就是這個隧道 我稱之為聖人一籌 所謂聖人一籌 就是聖誕氣氛 聖人一籌 裡面其實 是很簡單的 燈光佈置 但是上面 加了一些 聖誕裝飾 方向著籌 看上去的感覺 又多不錯 絕對是影相打卡的好位 真是正 這些就叫 四兩撥千金 這壇的氣氛 其實就不是 是閃閃Panagon 基本上就是 炒咲啡 搞 炒咲啡 用這個地方 來搞聖誕派對 大家入場參觀 不用付錢 但是你又可以 付20匹 就得到一些東西 什麼呢 一張post card 就寫一些 聖誕的 可持 寄給朋友 但是 只是限於泰國本土 的香港是不行的 而且還可以有一杯飲品 一杯特色的雀巢飲品 和大家看過幾個商場的聖誕氣氛 似乎這裏的氣氛最濃烈 為什麼呢 第一 就是因為多攤位 還有 舉木街市 都是紅磅磅的聖誕老人 薑餅先生 聖誕樹 等等 還有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一個點 就是說 去哪裏都聽到這個聖誕 聖誕歌聲 嘩 聲音都挺大的 原因就是 因為 相對在 這個Iconseam 和這個 Central Rail 這裏的面積是小的 你面積小 那你放多幾個喇叭 那就可以 全場都聽到 但是地方 但是面積大的話 你放多少個才夠 所以 都是一個問題 又或者 其他的地方 可能就是想著 走環保路線 因為 除了燈光 可以污染之外 聲音都會污染 太大聲 就會造成 聲音污染 所以某些商場 可能 策略就是 環保 所以就 讓大家 靜一點 安心地 正經英國聖誕 而這裏 可能就 不多注重環保意識 就由得你大大聲 所以 去到哪一刻 哪個位都聽到聖誕歌 可能也因為這個原因 那麼有氣氛 吸引了很多家長 和小朋友 來拍照 來玩 真的是 第一 地點的適中 在BTS 視野站的隔離 第二 最重要 入場免費 當然 部分遊戲 要付錢 但是 有限 再加上 很多打卡位 也有飲品 所以 大家都樂意 走一走 拍照 我們再走到一次這個 星人一籌 聖誕隧道 真是 越看越美 越影越美 我知道大家很羨慕的 不要緊 大家 條理好過身子 最緊要 身體健康 明年有機會 到處都可以去 今年 來不了 看著我這片 看了 當來了 最緊要 聖誕快樂 大家開心 其實 在這個場之內 除了聖誕老人 還有一些鹿之外 還有其他表演 同場更加有這些表演 什麼表演呢 話說 這個視野Panagon 正正 十五週年 十五週年之際 就有這些 慶祝表演活動 於是 晚上來到這裡 一方面 可以看到聖誕氣氛 另一方面 就可以看到這些表演 也不是說不正 一句兩得 雖然 他們的表演 嚴格來說 跟聖誕節 沒什麼特別關係 但沒什麼所謂 最重要是好看 而且又不用錢 難怪吸引到 那麼多人 在延場圍觀 拍照打卡 而他們的演員 都相當專業 踩著高橋 來跳舞 真的不是人人 都可以 據稱為了慶祝 Sian Paragon 十五週年 接下來 還有一些 更加大型的活動 是什麼呢 暫時就不知道 總而知有料到 好吃 慶祝德聖誕 當然是要慶祝新年 所以現場 亦都有2021年的backdrop 给大家影响榴莲 都真的挺漂亮的 但是更漂亮就是这一条灯光隧道 不是时光隧道 是灯光隧道 这一条灯光隧道 在疫情之中关闭了一段日子 现在就重开 所以亦都吸引到很多朋友来影响打卡 不过这些位 sorry 就没有圣诞音乐了 完全没有圣诞气氛 只是给大家做普通的影响打卡 而容易地带 基本上人多的地方应该戴口罩 但是要喝东西怎么戴呢 我想我没那么不幸 喝完就立刻戴上 这个着潮咖啡的圣诞乐园 歌材说过 给20匹就可以拥有一杯饮品 这杯饮品我喝过很多次 之前在对面SAMSQUARE 搞function的时候 我都喝过 就是用梳打水去冲的Amerikano 再加上这个橙味的乳酥 真的有片橙 都可以好喝的 价值只有20匹 就是当是宣传价推广价 真是正的 也祝大家圣诞快乐 身体健康 精神爽利 龙马精神 最紧要留得青山在 哪怕没有柴燒 大家健健康康 农尖苦慢 明年再来泰国玩过 也正都可以 这是平凡好 真的 坚持 Lieutenant user的 还是 没有 又 以对 bissche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